原警在新北市三峽區巡邏 发现路边有两名男子 站在骑楼在机车上签署文件 原警警觉有意状上前盘查 原警立刻就质问提供协议书的男子 这是什么投资 结果对方支支吾吾答不出来 身上还佩戴假名牌 原警就立刻戳破他是诈骗集团车手 但来听一段警方访问 因为就直接约在马路旁边的骑楼签署文件 遇到我们派出所的原警 巡邏经过察觉可疑 主动上前盘查 果然发现这就是假投资诈骗 成功拦阻被害人被骗了二十万元 原来这名正姓车手 之前就曾担任诈团车手遭逮捕 四年前入肩服刑 最近才刚假释出狱 但因为缺钱花用 又从操就业当起车手 被逮当天上午前往新竹骗了四十万 中午又到台北骗五十万 下午载到三峡准备载骗二十万 没想到就被远警活逮 后续也将一加重诈欺等罪嫌移送侦办 这下假释要被撤销又在最佳一等